一百 一百万万 由县长许淑华带领参与贵宾 一同进行祭祀和动土仪式 祈求工程能够顺利完成 潮豚手工艺产业园区 整体开发工程已进六成 县府举行园区服务中心动土典礼 多位的议员首要出席 希望开发完成后 带动地方的繁荣 创造就业机会和商机 在这里也叫我们服务员区 能够早日来落成 来服务地方 好的一个人口 让我们这个员区 能够更蓬勃发展 一个零污染的产业员区 是一个开发模式 相当好 这也用当一个典范 我想未来产业员区完成以后 他的繁荣兴盛 几位地方带来 很多的工作机会 及经济发展 是可以预期 先员唐晓芬 财明宣级简吃盛表示 园区招商顺利 约有25家的厂商投资设厂 预估可增加约1200名的就业人口 创造经济效益 予产值约新台币25亿元 带动草屯地区整体的经济 我们草屯首工艺园区的一个行政中心 今天来动工 这边以后也可以当为我们 副料理的一个 里民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地方 也非常的大 还有二楼还有老人会 也是希望借由工业区的设立 也可以让我们的草屯的就业机会增加 对我们草屯地带动 非常重要 非常好 所以有这次的建设 我相信我们草屯亭会更加努力 更加进步 我们人口属绝对会增加 我希望我们管政府这方面 向我们草屯亭该做的工作 尽量做完善 先议员林游有 庄市街级李周中表示 服务中心规划建三层楼 绿建筑 一二楼提供社区及老人会使用 加上周边也江信建 青年住宅 亲子工容公园及国民运动中心等 可信年轻人进驻就业顶居 对于草屯镇未来的发展 将有加成的效果 地方繁荣可期 这样冒川秋水 终于我们富了日 有一个外团中心 还有加上老人会 也在这里来设立 总是我们这个园区 带动超顿的欢迎 带动超顿集合机会 我们还有青年住宅 虽然没很多号 二三十号而已 但是慢慢来 我们梦地变两金 开创所有的商机 贴心 这个顶层的欢迎 还有让我们关口 关口 还有很大的收拾 园区规划面积约十十公顷 公共设施完善 可引进产业 包含木竹金属 食品等制造业及观光工厂 现在服务中心正式动吐 预计明年可和园区一起启用 产业升级的通师 也兼顾地方的服务 记者洪一轮 草屯镇采访报道